喜爱艺术的华人朋友恐怕不在寂寞 南加州一群文人雅士 经常聚在一起画画写书法 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现在他们不但成立了这个文化雅籍 还举办第一场的书画展 呈现他们创作的成绩 一起来看看 一刀剪下红彩带文化雅籍宣告诞生 集合十几位南加州绘画书法名师 共襄盛举 献出第一次的书画展 140多幅书画和国画摆买了现场 会长张胜利表示 文化雅籍以五文漏墨来会友 他的代表作巨幅的六尺六条平 以草书写下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涛进千古风流人物 字体龙飞风舞 笔法变化有进 写字就是一个顺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熟悉 这字里行间的每一个字 了解它的内容 能够跟这个诗词能够融合在一起 把自己的心里面那种 对它的景仰跟那种 这个狂放之气描绘出来 从我的笔下写下 写字传敬意 书法有看头 国画作品更精彩 内容包罗万象 有山水花鸟 虫鱼走兽都有 明年是马年 大学时代迷上画马的岭南派画家林炳南 画的赤兔马如雪如生 象征马到成功 特别的讨喜 马呢 它的精神是我们常讲 叫龙马精神 因为明年呢 刚好是甲午年 又是马年 所以这一次文化雅集 我特地画了一副 比较喜气的马 所以用的颜色很鲜艳 让大家能够有一点喜气 现场参观的民众 相当的踊跃 出席的贵宾 联邦众议员罗伊斯 颁发了贺壮 肯定他们在传承中华文化的贡献 这个周末 14 15号两天 还会继续的转出 有兴趣的民众 千万不要错过了 东西新闻 吴中国李中尧在洛杉矶的采访